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港人港地执行总编辑许小姬 欢迎收看《焦点短打幻距汉量会》 我们今集是继续有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 为大家权威解读量会传达的重要信息 大家好 我是广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吴逊文 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已经胜利闭幕了 在昨日星期六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当中 决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出任国务院总理 而今集《焦点短打幻距汉量会》 继续会有请梁副主席权威解读量会 今年二十大之后的开局之年 亦是中国经济走出了疫情后的复苏之年 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评论的评论 包括两会中央领导的讲话和各份工作报告 都是贯专和体验着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的部署 那你又怎样看呢? 是的 我们国家做事是非常有系统 而且是有步骤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一步步在疫情之后 我们最快令经济和社会发展复述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希望香港人能够重视香港的独特作用 香港虽然是一个七百多万人口的城市 这些规模很大 但是香港在我们国家发展历程当中 无论国内或者国际 无论是经济方面的 或者社会发展方面的 以至到国际关系方面的 香港都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最高的理论 习近平主席在去年来香港的时候 以至到譬如我们可以追索到2018年 习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 会见香港、澳门各界 并终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代表团 提出那四个新的希望 其实都有很深刻和很长全面的描述 所以我希望香港各界朋友能够多学习 无论是我刚才所说的 习主席的一些大政方针宣示 对香港提出的恩赐的期望 又或者是我们国家在经济 和其他方面的发展 一些状态居属的规划 以至到中文经济工作会议 其实都很值得大家去深入和全面考察 斯文想请教一下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里面 都提及要支持中医药创新发展 我们知道了 CY你牵头成立了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基金会 当中也有一个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中心 其实我也想请教一下和分享一下 其实香港在这方面 可以担多些什么角色 可以有什么贡献 一般我们香港说发展中医药 很多人第一个反应 就是以为我们做的工作 就是为了香港730万市民的中医药服务所需 当然是重要的 但是实际上香港的力量 和香港可以发挥的影响 不止于香港社会本身 香港的中医药发展有很多方面的优势 我们先不讲我们在中医药最新的 现代化的科研方面的贡献 香港整套的系统包括中乘药 检测、注册、认证的制度 为人顺难 还有香港在中医药和中乘药的商贸方面的商与 不单止是得到香港人的信賴 也得到整个内地的人民的信賴 这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内地的朋友 他会来香港买香港出产 以至到内地出产的中乘药 很多内地的朋友 来香港买内地出产的名贵的中药材 这个说明香港在这方面的优势 还有香港的中医 是纯中医的理论和技术 反正在内地有不少中医 他们用的其实是西方的 甚至是用西药 所以香港在这方面是有势 这个优势经过过去 那几年在内地 向内地相关的部门 业界的朋友说明 他们现在认识到香港 开始做的局面 因此今年二十大报告里面 有一句说话就是促进中医药全城 創新发展 这个是说给全国听的 我认为在这句说话底下 香港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也都因为这样 在去年的十一月 我和高盈文医生发起成立 我请他做主席 我做顾问理事 这个中医药全产业典 香港中心 就和内地三个省的中医药管理局 是政府部门来的 这个就是包括湾南省 广东省和江西省 和他们组织一个联盟 在澳门有一个非政府组织 这个联盟 我们希望 集三省两个特区各自的优势 可以将中医药全城 创新发展 整条产业链 从种植到业发 以至到商贸化等等 我们可以做一些长期的工作 因为是一个非常好的 可以说明给香港社会 和内地社会知道 香港各方面的力量 其实都可以投身国家的发展大局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可以将我们的力量 攻击国家 发展香港 志文 我想请教一下你 高质量发展 仍然都是今届两会 关键词之一 近期有不少讨论 都是环绕越港澳大湾区 可以作为广东省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新引擎 在大湾区发展里面 特别是南沙 前海 横琴等等的 越港合作平台 都是备受关注 你认为香港在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过程中 有什么角色 可以作出什么贡献 香港和祖国内地的合作 可以是同产业的合作 比如说我们金融业和金融业的合作 专业服务和专业服务合作 亦都可以是跨产业的合作 意思就是说 香港某一个产业和内地 包括大湾区的广东城市的另外一个产业的合作 比如说香港的专业服务业 可以支援内地 包括大湾区的广东城市 其他行业的发展 比如说地产等等 而我们的贸易服务业 亦都可以帮助我们内地 包括南沙等地方 他们的制造业的发展 使得他们的产品 可以通过香港的国际贸易服务 买到更加大更加好的市场 买到更加好的价钱 同时 亦都可以通过香港的国际贸易服务 在国际贸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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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觉得 过去我们那种和产业的合作 我们应该可以发展到 不同产业之间的合作 跨产业服务 CY 我们又来谈谈海南这个话题 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提及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稳步推进 今次已经是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 连续五年明确提及到海南自贸港 亦都看到海南即将在2025年 实行一个全岛封关 绝对是一个举世关注的东西 这么好的发展机遇 谦谦香港其实都有很多的不知度 CY 你是瓶港经济合作发展 咨询委员会的顾问 那你认为香港在海南自贸港的建设 当中又可以有什么作为呢 香港是有百多二百年历史的 高度开放高度国际化的国际贸易中心 而海南现在这个条件不断去履职 包括在三年到的时间 它就会全面封关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 国际自由贸易港 所以一年多前 我帮海南成立了一个庭港经济 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 包括各方面 包括金融、贸易、旅游、医疗等等 各方面的朋友 零售界的朋友 现在工作重点是如何通过海南 它现在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零售购物中心 我们人去旅游之外 可以每年有累计的十万元人民币的免税 在当地买的时候是免税的 带回到内地其他城市 是不需要打税的 所以它那个零售量是非常大 如何用一个这么大的零售量 来去建设和拉动它的国际贸易发展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文章 很多香港在这方面的专家朋友 和我们在这段时间正在忙着这件事 我认为海南有这样的条件 我们很愿意将香港这方面的经验 或者百多二百年的经验 将它高度浓缩和海南分享 希望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面 海南可以开好局、起好部 这个对香港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知道香港的零售业是非常发展的 而且香港的零售业也都为大量的 尤其是比较基层的人士提供就业的机会 这个不只是在商店铺里面做事的 我们的店员 这个也包括我们整个物流、运输界别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很重视香港的零售业如何进一步发展 如何去香港以外的地方发展 在香港本身 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的空间和人力的问题 我们接待外里的游客 这些游客往往是我们零售业的主要顾客 那个人数是有个极限的 我们不能够无限量去增加 再增加一倍、两倍 外来的游客人数 去我们的购物区那里购物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 香港的零售业应该是走出去 所以有一句说话就是说 一直以来我们做很多 sold in Hong Kong的生意 有些货不是我们生产的 有些化妆品、奢侈品等等 这些名牌都不是在香港生产的 我们买回来在香港 所以是sold in Hong Kong sold in Hong Kong 有个极限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做sold in Hong Kong 的同时我们可以加一个 就是sold by Hong Kong 即是说在香港销售 可以加一个在由香港销售 由香港销售 就没有一个香港地理上的局限 我们可以在其他地方去销售 而在其他地方我相信 海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香港的零售业 这个也是我过去那两年时间 和香港零售管理协会 和他们的会员一起努力 希望在sold in Hong Kong的同时 我们加一个sold by Hong Kong 而我相信有只好一天 我们sold by Hong Kong 那个营业额 就会大过sold in Hong Kong 这个有点像什么呢 就是几十年前我们的工厂在香港 就是made in Hong Kong 在香港製造 那我们去了内地之后 深圳东半以外 和我们其他地方 我们发现made by Hong Kong 那个粮是大过made in Hong Kong 原来的粮是很多的 所以海南也是除了南沙之外 作为一个地理平台 就是过去几年的工作重点 施威刚才您提到 一些零售和消费相关的话题 我有一件事想请教 政府工作报告里面 其实都特别提出 要将恢复和扩大消费 会有其中一个原因 除了香港人有没有消费能力之外 事实上我们的零售业 以至到整条产业链 确实的水平是非常高 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提供给消费者 在有消费能力的情人前提下 一个消费的诱因 可以给他们最好的产品 而且是最好的服务 这个服务包括它对那些产品有信心 对那些产品的售后服务有信心 在这个问题上 我相信香港的零售业 是可以帮到内地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 我也希望 我相信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 也可以实现的 就是内地对香港销售 或者只是香港生产的消费办 能够更加开放 是的 亦都相信香港可以紧贴着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步伐 只会越来越美好 多谢CY和我们解读量会很重要的资讯 多谢 而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将会在星期一闭幕 到时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新任人大委员长赵乐际 将会发表讲话 今集《焦点短打湾区汉论会》到此 这个特别的节目 是由香港宣传媒 和广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大家可以在港人港地网站 和流动应用程式 Facebook YouTube 频道 K2S YouTube 频道 星西红棉 Facebook 都可以重温 记得一定要点赞和分享给朋友 拜拜